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传统的 具有稳定性的 具有持久性的 具有明显特征的这样的一些思维习惯及方法 另外也包括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 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指的是 比如说看一个人 有的人一看就是主要看到他的好的方面 有的人一看就看到他坏的方面 这就审视趋向不同 这是属于思维方式 另外还有一些文化观念 这些文化观念被公认以后 普及以后 人们都是受这种文化观念影响来思考问题 这就是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有它的一些特点 一个特点就是有极强的渗透性 这个渗透性指的是思维方式一经产生 它就会渗透到这个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 所以思维方式对这个民族文化影响极大 另一个特点就是思维方式 它有一个继承性很强 也就是说一代一代被传下去 一般情况下不被社会的变化所改变 那么下面我们这一部分就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思维方式 因为思维方式 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 一个民族文化最主要的特征表现在思维方式方面 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讲到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有哪些呢 那么最根本的不同是思维方式不同 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 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 而这些思维方式和周易及医学系统有密切关系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周易及医学系统所蕴含的传统思维方式 第一种 像术思维 什么是像术思维呢 它可以说是周易所开创的一种独特的思维 这种思维呢 和图像有关 和符号和图像有关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介绍周易的时候呢 涉及到很多符号 很多图像 这些符号和图像呢 可以说是周易及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有人说周易是神秘的 那么周易的符号和图像显得更神秘 如果不了解这些 可能对周易也就缺乏深刻的了解 对于周易所体现的这些符号和图像呢 我们这里有必要提一下 德国有一个 17世纪有一个数学家 就是莱古尼兹 大家知道 他是微积分的创始人 莱古尼兹呢 他发现呢 在周易所体现的八卦的符号当中呢 他体现一种数的禁位法 这种数的禁位法呢 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把阳比作一的话 用一来表示的话 那么音量可以用二来表示 那么下面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再看看 这是两一 四项是什么情况呢 四项中的太阳就可以用一一来表示 少阴可以用一二来表示 那么四项中的少阳可以用二一来表示 太阴用二二来表示 然后再看八卦 八卦 前卦那就是一一一 对卦是一一二 离卦是一二一 正卦是一二二 逊卦是二一一 砍卦是二一二 更卦呢是二二一 坤卦是二二二 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呢 莱古尼兹他发现了 这就是一种 这个二禁位的这种禁位法 而二禁位的禁位法 大家知道呢 正是我们现代 计算机语言的基础 而中国古代 这种禁位法呢 是莱古尼兹在十七世纪呢 这个提出的 而中国古代呢 早在几千年之前 在周一的医学当中 就出现了这种禁位法 所以莱古尼兹呢 很看重这个周一这个禁位法 这是一个实例 我们再举个实例 就是二十世纪丹麦有一个物理学家 布尔 大家知道是量子力学的 创立者之一 布尔呢 就在中国的这个太极阴阳图中呢 发现了什么呢 他发现了和中国的太极阴阳图呢 竟然是量子力学的 有两个这个原理 一个是互补性原理 还有一个原理呢 就是对应性原理呢 和这两种原理的相反合 所以布尔呢 他后来把太极阴阳图 当做自己家族的一个灰质 所以由此可见呢 在周一级医学当中所体现的这些符号 这些图像呢 它的含义呢 是十分丰富的 而且也是十分有价值的 那么下边呢 我们看一看 橡树思维的主要特征 概括地说呢 橡树思维呢 是这样的一种思维 就是 它首先要涉及到橡核树 橡树啊 就是通过橡核树来表征和运势的某种试连 以此呢 来做什么用呢 就是认识其他事物 这个其他事物指的是 外延界限模糊的同类事物 用这种方式呢 来认识和把握这种同类事物 这种思维呢 这个 它涉及到的是橡树 橡指的是什么呢 在周一中呢 有很多方面都体现着橡 比如说有阴阳之橡 挂摇之橡 这是周一中的橡 周一中的数呢 指的就是一些数字 这些数字呢 比如说我们前面设计 讲数字的含义的时候呢 曾经提到一些 有天地之数 天数地数 有自然之数 有基偶之数 合图之数 洛书之数 等等吧 这些都是属于 数的范畴 那么周一呢 它这个橡树的体现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看看钛挂 大家知道钛挂呢 有挂像是什么呢 下边是一个前挂 八挂的前挂 上边一个八挂的坑挂 两个挂组成了 钛挂的这个挂像 那么这些符号 这六挂就是属于像 那么对六挂呢 这个 它得称呼 用 出二三四五六来称呼它 以及呢 如果是羊挂是九 如果阴挂是六 这就是属于像 属于数 那么这种像术思维的 思维的环节是什么样呢 我们需要了解这一点 它的环节呢 用周一的话来说是这样 就是 立像近义 取向笔类 由像达理 由像达理 那么这个过程呢 如果把它具体化了呢 是有这么四个 四个环节 一个就是要关乌 立像近义 如何立像呢 要关乌 第二个是取向 取向 关乌以后呢 取向 然后呢是运输 然后是 内推 内推 那么 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 来看一看这种情况 我们看一看 乾坤两卦 乾坤两卦 乾坤两卦呢 关乌指的是什么 就是 观察天 观察地 因为乾卦和坤卦 是 体现着天和地 那么关乌就指 观察天和地 而取向呢 就是把天和地 抽向为乾坤两卦 那么这个乾坤两卦 我们换一张图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 乾卦 是 由六窑组成 那么 乾卦呢 第八卦的乾卦呢 是 三窑 三窑组成 然后两个乾卦 重叠到一起 那么形成的 六十四卦的乾卦 坤卦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的 它是由 这个一个六窑 六个阴窑组成 这是这个 取向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看 运输 运输就是 用树来呢 来阐述呢 乾和坤的一些 一些特性 以及呢 一些 一些这个天地的一些原理 主要就是乾刚建 而坤呢 是 和顺 我们看一看呢 周一中呢 他如何解释 乾和坤的 乾卦呢 谈到了 乾 刚也 建也 刚也 建也 坤呢 是 顺也 和也 而乾卦是 刚也 建言 两乾卦 相重叠 那就是 刚建不强 刚建不明 而坤卦呢 两坤卦 相重叠 那就是 极为和顺 这是 周一对乾卦和坤卦的解释 我们再往下看呢 看 比类 比类呢 就是 用周一所 立项 这个 运输 所阐述的一些原理呢 来比较呢 和 这个 与此 相类似的一些同类事物 同类事物 那么 在这里 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 与君子比较 与君子比较啊 我们在周一中可以看到 比类呢 首先呢 在周一中呢 提到了呢 乾卫 是什么 乾为父 为马 为首 为西北 坤为母 为牛 为父 为西南 如果与君子比较的话呢 在异传中呢 有这么两段话 一个是乾卦的 天行鉴 君子以自强不息 一个是坤卦的 这个地势坤 君子以后德载物 什么意思呢 天行鉴指的是 天的本性是运动 是钢界 因为 这个天地日月星辰呢 它不受外界的影响 总是在不断的旋转 不断的运动 所以它的本性是运动 是钢界 而君子呢 作为与天地 与天相对应的人 君子是理想的人 是典型的人 那么他应该像天一样 自强不息 地时坤呢 指的是地的本性呢 是柔顺 是宽容 因为大地可以接纳一切 容纳一切 那么君子呢 也是地点和地相 大地相对应的 所以他应该像大地一样呢 厚德在乌 正是这两句话呢 很多学者呢 把他们看作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最基本的文化精神 所以也难怪 清华大学 把这两句话 作为自己的校训 这是我们 从这个 潜挂和坤挂呢 可以看出点 这个 相处思维的一些特点 我们再举一些例子 就是以阴阳五行八卦为例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呢 阴阳观念所包括的范畴呢 它除了阴阳之外呢 还有天地日月 昼夜 明暗 热寒 上下 动静 这个等等 这些呢 实际上呢 它是用阴阳这种观念 运用的相处思维 在认识 外界 外延界线 模糊的同类事物 也就是说 表上的这些事物 都和阴阳 相类似 所运用的就是 相处思维 对于八卦也是这样 乾坤 振迅 坎离 更对 这八卦呢 和它相对应的 外延界线 模糊的一些事物呢 有自然方面 有属性方面 有人 有动物 有人体 等等 等等啊 那么 八卦呢 也是在运用呢 相处思维 在认识呢 外延界线 模糊的同类事物 由此来认识 整个世界 五行观念 也是这样 五行观念 木火土金水 那么 这个 以这种 这个方式呢 运用 相处思维呢 认识呢 外延界线 模糊的同类事物 包括 色彩 气味 声音 季节 方位 等等 这是 相处思维 相处思维 有什么思维特色呢 这种思维特色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特点 一个就是 它是抽象思维 和具体思维的 一个结合 一个结合啊 因为 它的 这个 整个系统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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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它的 符号图像系统呢 可以说是 属于 抽象思维 抽象 抽象思维啊 那么 取象系统属于具体思维 而 相处思维呢 把两者结合起来了 结合起来了 所以 既体现了 这个 抽象思维 又体现了 具体思维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 它是 又是 形象思维和 逻辑思维的结合 因为 这个 从整个 相处思维 来看呢 就是 它的 这个 符号系统 属于抽象系思维 它的 取象系统呢 是属于 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啊 从具体中呢 引出了 抽象 再从抽象中 认识具体 认识具体啊 所以 相处思维呢 既具有 抽象思维 和形象思维的一些特点 又具有呢 具体思维 又逻辑思维的一些 一些特点 古人为什么 要采用这种思维方式 来日神事物呢 那么 关于这一点呢 主要有这么 两方面的原因 两方面的原因呢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 这个思维方式 一个方面的就是 涉及到 我们前面所谈到的 就是 由相达理 由相来阐述一些道理 阐述一些道理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 在周易中呢 有这么一段话 子曰 书不尽言 言不尽一 圣人立相引尽一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呢 孔子说呢 文字呢 不能完全表达呢 所要说的话 不仅如此呢 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 所要说的话 那么怎么办呢 圣人就创立卦象 用卦象 用这种象征的方式 来表达他的思想 就是 也就是说 取向的目的 在于什么呢 在于 表达事物变化的一些原理 并且呢 通过相 来认识事物 认识事物的本质 这是 这个 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 为什么古人要采用相术慈悲 就是和 取向 类推有关 取向类推有关 因为周易中讲到呢 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物以群分 那么 同时呢 还提到呢 孔子说呢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那么这些意思呢 实际上是讲到什么呢 万事万物呢 它都是以 同类事呢 相聚 同类事情相聚啊 那么 同类事情呢 这个事物呢 相合 而且呢 这个 孔子讲到呢 就是 同类的气孽相聚 同类的这个 所以呢 要同类的声 相互应 所以要采用呢 这种 这个 取向类推的方式 来认识 同类事物 同类事物啊 这就是相术思维 为什么古人采用相术思维的 这样的 它的原因 它的原因呢 相术思维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呢 可以说 有很多文化现象 与相术思维 有密切关系 或者是与它类似 下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把相术思维 与 汉字的 认知方式 方式 相比较 来看一看 来理解 相术思维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呢 汉字呢 它的认知方式呢 有这么 有这么 两个明显的特征 一个是它具有 相形性和符号性 相形性和符号性 就是汉字的文字 很像呢 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食物 一些食物啊 或者是把它抽象为 一些符号 比如说关于这点 我们可以看到 日这个字 就相当于呢 太阳 相当太阳 月呢 相当于月牙 类似月牙 山呢 类似呢 山峰 而川呢 类似一条大河 一条大河啊 花草树木 鱼虫鸟兽 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 草这个字呢 就是两棵小草 而这个木这个字呢 就是一棵树 一棵树 上边有树枝 下边呢 有树根 树根呢 而虫这个字呢 就是虫子的形象 鸟是鸟的形象 鸟的形象 另外 在汉字中 还有很多这样的字 我们从图上 可以看到这一点 看到这一点呢 那么 这是甲骨文中的相形字 相形字啊 在汉字当中呢 相形文字呢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呀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是什么呢 相形文字呢 它是汉字造字的一个基础 就是说 后来很多字 虽然不属于相形文字 但是它是在相形文字的基础上 创造出来的 创造出来的 那么汉字的这一特点 我们和相术思维相比较 我们发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相术思维的基本环节是 官物取向 运输 类推 这样的一个环节 那么通过刚才的这个 这个汉字的这种符号性 这种相形性 这个特点来看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呢 汉字的认识方式中呢 就上边的内容来说呢 它包括官物取向 这两个环节 这两个环节 这是汉字的一个明显特征 就是它的相形性和它的符号性 那么这一点呢 和相术思维的基本环节中呢 官物取向类似 下面我们再看汉字的第二个特征 汉字认知方式的第二个特征就是 它有着体现类别属性的不熟 有着这样的一个不熟 汉字的不熟呢 很多 绝大部分字都有不熟 只有少数这个比较难解的字呢 才没有不熟 在说文解字中呢 汉字的这个不熟呢 是达到五百四十个 五百四十个 在现代的慈海当中呢 也有二百五十个 二百五十个 那么汉字的不熟呢 具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 就是标明 汉字的类别属性这样的特征 就是大部分汉字的类别属性 可以通过部首来加以标明 加以标明 那么这个部首呢 所标的这些这个事物呢 几乎涵盖了古代世界的所有事物 所以认识汉字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也就是认识呢 事物属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下面看一看汉字的一些不熟 比如说有自然方面的 像日 月 风 气 水 雨等等 火 山 石 土 金 这些呢都是属于自然方面的一些不熟 另外还有一些动物方面的不熟 马 鱼 鸟 鹿 鹿等等 植物方面的竹 木 草 人体方面的人 女 身 口 木 耳等等 衣食方面的石 米等等 这些呢都属于汉字的不熟 另外还有情思方面 心 盐 五骨方面 河 卖 乡 乡 住行方面 这个宝字头 这个双利人等等 这些 舟 车 门 器 器物方面 敏 财宝方面 王 被 工具方面 磊 刀 这个武器方面 戈 文化方面 事 鬼等等 那么这些天帮不熟呢 可以说呢 实际上呢 它标明了 表示了汉字的属性 它所表示的这个事物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一个属性 正是由于这一特点 这一特点呢 所以呢 我们认识汉字 汉字的认知方式呢 实际上就包含着 就通过这个天帮不熟来认识汉字 比如说柿子旁 柿子旁呢 实际上呢 在中国古代呢 它用来表示和祭祀 有关系的活动 这个事实际上就是一个石贡桌的形象 一个桌面 下边一个柱子 两边呢 是支撑的东西 那么上边一横 一短横是什么呢 就是祭祀的贡物 贡物王 所以凡是和祭祀有关的 这个字呢 都是和 这个有关的一些事物呢 都是一般来说都是用 柿子旁来表示 比如说神字 神字啊 神字旁边有一个神字 神字呢 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 这个 从电子来的 古人认为呢 闪电呢 是雷的显现 是一个雷鸣闪电呢 是神的显现 所以呢 是一个柿子旁 加一个这个 神字呢 用来表示神 用来表示神呢 等等吧 就是这样的汉字 这些方面呢 有很多呢 都可以 就是从偏翻不守呢 来认识 他所表示的 这个含义 事物的含义 正是因为 汉字有这个特点 所以使得后来呢 到了现代以后呢 人们就是用汉字 一些新的汉字 来表示 所发现的 一百多种化学元素 化学元素啊 那么就借用了 汉字的这个部首 那么创造了 许多形生字 形生字啊 这些形生字呢 都明显的体现了 就是汉字呢 用部首来标明字的 类别属性的这一特点 比如说我们看 化学元素里面 化学元素里面呢 对于金属元素 都是以金字旁为形旁 金字旁为形旁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这个颜色的 这个颜色的 那么这样的字呢 有很多 这些都是属于 这个 属于金属元素 金属元素啊 那么其中呢 有的字呢 是比较 是比较 拱字 拱字比较特殊一些 因为拱字呢 它是常态 是液体 它不是固体 所以它不是金字旁 而是水字底 水字底量 拱字也应该属于金属元素 那么对于非金属元素呢 情况有所不同 非金属元素 情况有所不同 比如说 如果是常态气体 我们可以看中呢 它采用的什么 气字旁 这些元素 都是气字旁 如果说是 常态是液体呢 那么它是什么呢 就是水字旁 水字旁 常态是液体 如果说是 这个 这个 固体是怎么办呢 就是以十字旁 作为部首 作为部首啊 那么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通过这个部首 就可以看出呢 这些化学元素 属于哪一类 那么它的形态是什么样 形态是什么样啊 那么通过以上 我们可以看出呢 像素思维的基本环节 包括观物取向 运输 类推 刚才提到呢 汉字的 它的形象性 和它的符号性呢 体现了 呃 观物取向 这两个环节 那么 偏旁部首呢 又体现了 类推这个环节 也就是说 和像素思维 相比较呢 它仅仅缺少一个 运输这个环节 运输这个环节啊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呢 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呢 像素思维呢 是有一定影响的 有一定影响的 呃 那么我们根据 了解了像素思维的 这一特点以后 这一特点这个 了解了周环所 蕴含的这个 像素思维之后呢 根据像素思维的 思维习惯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图符 来表示 我们现在想大 向大家所介绍的 这种像素思维 像像素思维 介绍的这种思维方式 用一个图符来表示 因为前面我们涉及到 大量的一些符号 一些图像 图像 我们现在也用一个图像 来表示 我们所向大家介绍的 像素思维 那么我们选用的这个图像 就是 太极阴阳图 太极阴阳图 用太极阳图来表示 像素思维 像素思维 就是根据像素思维 这个立像进义 由像打理的这个认知方式 来表示 像素思维 那么太极阳图在这里 我们对它的解释是这样 立像进义 由像打理 由像打理 就是太极阳图 它的产生和立像有关 立像的目的 是为了进义 是为了阐述一些道理 天地人生之理 天地人生之理 这样你就可以由像打理 由像打理 那么像素思维 就具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这是我们向大家介绍的 周易及医学系统所体现的第一种思维方式 像素思维 第二种思维方式 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 也是周易中所体现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 而且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大 也可以说我的理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 一些学者都认为中西方文化最明显的差异在思维方式不同意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体现的思维方式最主要是什么 就是整体思维 而西方是分析思维 下面我们看一看整体思维的一些情况 整体思维的主要特征是这样 就是 他认识把握事物是以普遍联系 相互制约的观点来认识 来把握事物 来把握事物 也就是说 不仅把世界 把万事万物看作一个是具有普遍联系 相互制约的一个整体 而且将每一个具体事物 也看作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一个整体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 整体思维突出的表现为两个 以两种形式比较于表现 一种形式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 体现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合一的思想 大家比较熟悉 那么它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的一种体现 把人合自然看作是一体 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对事物的认识方面 体现着一种统合一体的这样的思想 一种认知方法 一种认知方法 如果我们用图示来表示整体思维 仍然用泰晶阴阳图来表示 但是我们对它的解释不同 那么在这里我们的解释 普遍联系相反相成 就是图中的阴阳是互补的 是相反相成的 阴阳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整体 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是相反相成 就是我们用这种图示来表示 中国传统的周易 以及异学系统中的这种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在周易中的体现 体现在很多方面 我们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个例子就是体现在挂幅 挂象方面 挂象方面的 周易中的很多挂象 都体现着一种整体思维 大家知道周易中 八挂是由三窑组成 而六十四挂 每一挂是由六窑组成 每一六窑组成 那么无论是三窑还是六窑 它们都是个整体 每一窑发生变化 发生变化 都会使整体发生变化 比如说八挂中的前挂 第一窑发生变化 那么第一窑发生变化 就变成了迅挂 整个挂都发生了变化 如果第二窑发生变化 就变成了离挂 就不是原来的前挂 如果第三窑发生变化 就变成了对挂 六十四挂也是这样 六十四挂的前挂 如果第一窑发生变化 就变成了够挂 第二窑发生变化 就变成了同人挂 第三窑发生变化 就变成了铝挂 第四窑发生变化 就变成了小续挂 而第五窑发生了变化 就变成了大有挂 第六窑发生变化 就变成了怪挂 所以我们可以看中 周一它的八挂和六十四挂 每一挂它都是体现 是一个整体 所有的挂实际上都是个整体 那么这实际上也是 整体思维的一种体现 我们再看看八挂所体现的物像 在周一中 通过一系列的符号和图像 来认识世界 比如说八挂五行 这些图书系统都是这样 那么这些图像和符号 它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征 这个特征就是 从万事万物都是一个整体 这个角度出发 通过确立万事万物的一些事物 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关系来表示所象征的事物 表示所象征的事物 也就是说 我们从八挂所象征的物像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它是乾坤 振 逊 侃 离 更对 这个八挂 它和它相对应的 都是由于它们存在着一种 与八挂相类似的一种关系 一种关系 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关系 那么由此可以纳入八挂的这个系统 这个系统 至于具体情况是什么样 它考虑的不是 它考虑的是它们之间的关系 只要存在着这种类似于八挂的关系 都可以纳入这个系统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人与自然是不分的 人与自然 这里边有自然界的一些物质 或者一些现象 还有和人有关的一些 同时物质和精神也是不分的 这个也是不分的 那么在这里可以说 这种认知方式 实际上是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多元结构的 并且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 体现了一种整体思维 五行也是这样 在五行当中也是人与自然不分 物质与精神不分 只要是世界上的一些事物 具有像五行这样的一些特征 纳入五行的范畴 存在着像五行这样的一种关系 那么都可以纳入五行的范围之内 这些我们可以看中 都是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整体 看作一个整体 一个多元结构的 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 体现一种整体思维 第三个方面 我们从观念方面来看 周一是如何体现整体思维的 周一中有很多观念 很多观念都体现着整体思维 比如说周一中讲 一有太极 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极凶 极凶生大业 生大业 那么实际上 把宇宙的万事万物 都看作是一个整体 这段话都是看作一个整体 有着共同本质的整体 也就是说 在这里 万事万物 世界上的一切 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本源 体现一种万物本源一体的观念 再比如说 周一中提到 亦有天道焉 有地道焉 有人道焉 有人道焉 兼三才之道 而两之物六 立天之道 曰阴与阳 立地之道 曰柔与刚 立人之道 曰 人于义 这里边体现一种三才的思想 三才的观念 就是把天地人看作是 称作是三才 三才呀 那么这里边就提到呢 就是 周一呢 是包含了天的道理 地的道理 人的道理 人的道理 那么用三华 八卦不是有三卦吗 三卦三谣吗 用三卦呢 来象征着这三才 然后把三卦的八卦重建到一起 变成了六卦的这个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呀 那么用六十四卦呢 仍然表示天地人三才 仍然表示这个天地人三才 就是无论是八卦还是六十四卦 都是表示天地人三才 那么其中呢 历天之道体现着阴郁阳 历天之道体现着阴郁阳 那么历地之道呢 体现着什么呢 体现着柔郁刚 历人之道体现着人郁阴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 也体现着一种天地人一体的观念 也是周一中的整体思维的具体体现 具体体现 所以周一中的这种整体思维呢 可以说它表现在许多方面 而且这种整体思维呢 刚才我们谈到 它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最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 一种方式 因此呢 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也是巨大的 其中最主要是在中华 这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就是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意识方面 在这方面影响最大 影响最大 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意识呢 很多观念意识都是受这种整体思维的影响 比如说 这个我们讲到群体意识 以及呢 和和观念都体现的 都是受这种整体思维的影响 为了我们加深对这个 这种 整体思维的 认识呢 我们看一看我们中国中华民族的 基本观念意识当中的 整体这个群体意识 以及呢 后边我们要提到的和和观念 和和观念呢 从历史上看呢 中华民族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 群体意识强烈 从重心里浓厚的这样的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啊 历史上的这个中华民族呢 更看重群体的利益和价值 而不是个体的 这一点和西方文化是 西方民族是有所不同的 有所不同的 那么群体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具体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 体肤有责的忧国忧民意识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就举一些 就是历史上一些 一些人的一些名言 一些名言呢 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比如说 我们在读唐诗这时候呢 可以读到戴书伦的赛上曲 愿得此身长宝国 何须生入欲能观 是体现了这种忧国忧民的 这种 这个意识 范仲淹的 《愿阳楼》里提到呢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恶而乐 也是体现了这种意识 再有顾炎五念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也是体现了 体现这一点 这是群体意识的 一个方面体现 还有一方面体现 就是集合统领众人的领导才能 这一点呢 主要是说呢 就是在中国历史上 一个领导人物 一个领导人物 一个杰出的领导人物 为什么认为 他是一个杰出的领导人物呢 主要不是看他 有如何高超的武艺和勇敢的斗志 主要不是看这一点 而是看什么呢 而是看他是否具有 统领众人的才能 众志成成才能达到目的 这是衡量一个领导人物的 一个标志 一个标志 关于这一点呢 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 体现的十分明显 十分明显的 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三国演义中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例子 就是刘备在三国毛龙中 所体现的那种礼贤下士 求贤若渴的那种谦卑 就是连和他最亲近的张飞和关于 都感到很厌倦 甚至是很愤怒 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 张飞呢 甚至想进去呢 把诸葛亮杀掉 但是正是这一点 刘备的正是这一点 表现了 他比张飞比关于更卓越的见识 正就是一家人 因为呢 他只有这样 最后呢 才是最终使呢 诸葛亮呢 出山 出山以后呢 取西川 然后建立了蜀国 形成了三国鼎立之士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刘备的善于集合和领导众人的才能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那么他的那种谦卑和退让 就不是一种软弱 而是一种呢 这个深谋远虑的雄才大略 这是三国演义体现这一点 我们再看看水浒传 同样也是这样 大家知道 在水浒传中呢 宋江最初只是一个运城小利 既不是名门后代 也没有高潮的武艺 但是为什么 他后来却成为一百 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好汉首领呢 其实呢 就是与中国传统的群体仪式有关 因为宋江呢 大家知道呢 就是 他一个有一个绰号 及时与宋江 在水浒当中呢 特别要体现的一个 突出体现的一个文化主题 就是体现着群体仪式的意义 而在宋江身上 意念体现的特别充分 意在水浒传中 主要体现为行侠仗义 这个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啊 正是由于宋江 特别讲究江湖义气 在江湖中呢 人称吉时语 他广结江湖好汉 所以呢 这个在宋江呢 上梁山以后 自然而然就成为梁山好汉的首领之一 后来呢 在这个朝盖呢 去世以后呢 那么他就自然而然成为 一百零八将的首领了 那么这些呢 都与他善于和统领众人分不开的 善于呢 使一百零八将呢 这个结成一个牢固的群体分不开的 这一点是任何人无法和他相比的 所以这也是群体意识的一种体现 从思维方式角度来说 这也是中国传统的 整体思维的一种具体体现 是研究认识吗 是同一种音分不开的 还是按过的一种识红筒 是这样的链听品